这一期绝对是德爷最幸福的荒野求生挑战 吃完椰子蟹还不够 又要吃烤羊腿 如此幸福的荒岛求生挑战 还有谁 大家好 我是吃瓜妹 经过上两期的折磨 德爷吃了生肉 搭好了庇护所 从原始社会进入了石器时代 在接下来这十天内 他立志要在荒岛上过上美好的生活 虽然现在能过上温岛的生活 但是看到岛上的山羊 德爷发誓一定要搞一头山羊回来 要想抓到山羊 肯定需要一种武器 德爷想制作弓箭来猎杀山羊 做弓箭的木棍要有足够的韧性 这一条就很不错 在荒岛上做弓的材料很多 但是做弓弦的材料 只有这种废旧的绳子 德爷将绳子简单加工后 一把原始弓箭就做好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 射成两米 真不错 第37天 德爷抓到了19个螃蟹 两大罐海螺 算是不错的收获 这些食物 能满足人体 每天所需3000卡路里的能量 但德爷想煮早餐的时候 却发现平时煮东西的罐子 已经穿底了 这让德爷受了不少的打击 极致的德爷 只能用大贝壳代替铁罐子 但贝壳很厚 很难将水煮开 德爷不得不停地用嘴吹气 是的 火生更旺盛一些 可能今天早晨吃的螃蟹 处理不干净 中午德爷的肚子 开始胀气 肚子像个皮球一样鼓起来 德爷百思不得其解 德爷曾听说 木炭可以消气 尝试吃了几口木炭 希望木炭能有所帮助 吃完后 就往小树林方向跑去 诶 德爷这是最方便了吗 德爷肚子胀气 还没得到好转 而且还伴有发烧的情况 德爷难受得大叫起来 破运无奈 只能使用卫星电话呼救 医生赶来 给德爷打了抗生素 就离开了 第42天早上 德爷依旧像往常一样 在海边巡查 他找到了一个新的铁罐 这可以用来做一个新的锅 煮东西吃 这个糖罐子 对德爷来说真是太有用了 德爷还将一块发动机铁片 磨成刀 这可以用来切肉 因为昨天吃螃蟹 导致肚子胀气 今天德爷不敢再吃螃蟹了 他打算去岛里 寻找其他的食物 德爷找到了芋头 正能给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 将挖回来的芋头切成片 放进铁罐里煮 今天的晚餐 就吃这几片芋头 估计也只有德爷能这样挨饿 第43天 德爷被吓得不轻 这是德爷来到上六周了 才发现他的存在 这是一只巨大的椰子蟹 德爷表示 嗯 以前听说过 但没有见过真正的椰子蟹 这只椰子蟹 足足有十斤重 椰子蟹含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 完全可以满足德爷饱餐一顿了 德爷直接将椰子蟹放在火上烤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一个大钳子 都有德爷的拳头这么大 这一端 吃的可真香呀 虽然椰子蟹很香 但依旧抵挡不了 德爷追求山羊的美味 吃饱后的德爷开始制作弓箭 利用棕櫚叶当剑语 在弓箭前端绑上铁针 你之前一有原始的弓箭就做好了 在沙滩上练习两下 德爷觉得 自己制作的弓箭 如同机枪般厉害 然后就屁颠屁颠的 拿着原始弓 去追赶山羊 瞄准就一见 很可惜打不中山羊又跑了 这是德爷第一次狩猎 打不中也很正常嘛 但德爷心有不甘 每次在海滩看见山羊就怒火冲天 拿起石头就想砸山羊 看来德爷是真的很想吃山羊 可能是德爷每天早起的原因 感动了上天 这一天德爷依旧像往常一样 在沙滩巡查 突然 看到一只上吊羊 难道这就是上天 给他安排的礼物啊 这头山羊的头部 被树木的藤蔓卡住了 尽管山羊拼命求饶 但垂涎已久的山羊肉就在眼前 德爷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石头就砸 一番挣扎过后 解决了山羊 德爷开心的发出来 嘎嘎嘎嘎的叫声 提着山羊就回去了 德爷很快就将山羊处理好 把其他部分吊在庇护所上备用 今天就吃这一份小羊排 在夜里 德爷用铁罐煮羊肉摊合 这是德爷上岛以来 第二顿美味的晚餐了 又累又饿的德爷 开始享受着美味的大餐 看到我口水都流了出来 话说着没条味料煮出的清糖羊肉 好吃吗 有肉吃的德爷 暂时不需要外出寻找食物 开始了享受生活 屁点屁点的出海洗了个澡 德爷将所有羊肉都掉起来风干 这样容易保存 不会贬质 每天吃一点 足够他在岛上生活六十天 但羊腿太大 很难这样风干 德爷想出了一个方法 在地上挖一个坑 再在上面铺上石头 然后在石头上烧火加热石头 把羊腿放在火炭上 然后盖上棕榈叶 再铺上一层泥土保温 第二天 德爷版的叫化羊腿就做好了 一口咬上去 嘎嘣脆 真的太好吃了 德爷一顿吃一条羊腿 这也太收拾了 德爷将羊皮晾干 制作成一件原始羊毛大衣 德爷穿上这件羊毛大衣 帅气了许多 一头山羊让德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不需要再为食物而发愁 现在有庇护所 有火 有水喝 德爷觉得 自己又行了 来到岛内寻找可食用食物 开开胃解密 德爷找到一棵芒果树 虽然还没有成熟 但是 也是可以吃的 德爷摘了一个就尝了起来 吃起来就像熟的芒果一样 可能生的芒果太酸了 把德爷的牙齿都酸掉了 但这样一点也不影响德爷的心情 看着这些阿德 我也想想 羊肉吃完了 德爷的挑战也快要结束了 这是他在荒岛上吃的最后一顿饭 是螃蟹汤 虽然没有羊肉这么好吃 但是此刻的他 觉得这螃蟹汤非常美味 对于这次经历 德爷觉得非常享受 他在荒岛上成功生活了60天 并且过上了美好生活 看着德爷挑战成功 真的非常高兴 如果你喜欢吃完美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哦